打 打 别打了 别打了 师父 没什么好看的 不如去喝茶吧 别打了 你胆子全打 上 大人 不要再打了 他也是护主心切 这有情有义的人世上难寻哪 大人 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 别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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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打 陆大愿 别打了 别打了 继续打 大人 打完了 大人 打完了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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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全国 这鬼为丁抗 这鬼为所有的人 不要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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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不要打了 不要 住手 他是人渣 不值得呀 你想怎么样 难道你想让陆小凤 打完公孙之后 再斩下你的头啊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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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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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你也打了 我你也刺伤了 得偿所愿了吧 可以走了吗 是不是还要我找个轿子来接你啊 不要走 你你你打了我还想走啊你 小爷 你想怎么样 我要报官 我要看这陆小凤 还怎么护着这个八婆 你有人证吗 你们谁敢出来做人证 我宋世杰保证用毕生的精力 让你们三代不得善终 虹爷 刷无奈也得我宋世杰先来轮不到你啊 没关系啊 这把更厉害的送给你 你放心 这不是定情物啊 是菲菲她们说 你一个女人行走江湖 整天拿着一把比自己还长的剑 很难看 也许真的能够伤 哇 看来你还真的打算闯荡江湖啊 那这一次你是打算半男半女 还是半昆虫啊 每个人的身世都不一样 你从小养尊处优 怎么可能会理解别人呢 喂 你全家是怎么死的 是我来听听 宋庄师见过这么多的冤案奇案 怎么会对我的家是感兴趣呢 哎 越惨的事呢 我就越感兴趣的 你讲给我听 说不定我有兴趣 会帮你翻案呢 你们干什么 你干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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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搜 搜 有趣吧 有一点 那你能不能翻案 不是能不能 而是没法翻 我本来以为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坏人总会得到报应的 没想到 我太天真了 哎 不说别人 就说弘历本吧 弘历本可以算是恶贯满盈了吧 我让你杀了他一个 你觉得世上还有多少个弘历本呢 可是不杀 那就多一个了 就算你有本事杀弘历本 又杀了你的面门仇人 但那些没本事的人呢 他们的仇又有谁帮他们报啊 你的掌护卫随风就此败笔 这什么意思啊 逃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丁康的死又快水落石出了 哎 他几天前还跟我海誓山盲啊 那这算什么 怕我逼婚哪 北帝啊 最近发生那么多事 他去散散心也说不定啊 只怕他不光是想出去散散心吧 原来我真的很不了解女人哪